中商情报网讯,7月26日,2018中国食品饮料100强发布,据榜单显示,2018年的榜单前五强分别是万州国际766亿,一粒668亿,蒙牛602亿,康师傅589.54亿,贵州茅台582亿,这五家企业的业绩均超过500亿。 万州国际继续蝉联第一名,在7月10日公布的2018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中,万州国际便以1510.99亿元公司整体营收的营业收入为列第55名。 蝉联第一,品牌肉制品作为万州国际的核心业务,获得766亿元收入,较去年增长6.30%,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排名, 热升至第五位的贵州茅台,以582亿的销售业绩超过娃哈哈,改变了去年的五强格局。 2017年是白酒行业回暖的一年,贵州茅台积极抢抓消费升级机率,成功实现了业绩与利润的双重增长。 以下是2018中国食品饮料100强企业排行榜详细情况,数据VIF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, 住无法查学到公开数据,企业拒绝提供的,或者我们赞无渠道与企业取得联系确认业绩的, 真不参与排名,苏公开许道无法查学到2017年业绩的企业, 木认采用2016年业绩,如果连续三年缺失企业业绩数据, 该企业则不在VIF2018百强帮统计范围, 例,2018年榜单缺失2015年至2017年业绩, 则无法进入VIF2018百强榜单。 更多资料请参考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到2023年, 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市场前景,即投资机会研究报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